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威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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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儿 跑吧这回 实际是跑 有点地数大了啊 大家好 我是金瑶 上午呢 把这两个小狗已经领过来了 让它在这院的试试 看看 在这院的活动活动 熟悉一下 跟这大狗都接触接触 都是和这笼子接触的啊 没把他们放出来 看这俩家伙 家那笼子已经关不住他俩了 太重了 太重了现在 现在太重了 那笼子底 已经给压坏了 所以我就把他俩 领到这里边 让他俩钻一个窝里边 从这边大 随便跑吧 过来过来 过来 回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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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回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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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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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多米 多米 放出来多米 会不会咬他呀 不知道 咱把多米放出来试一下 回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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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多米 来 多米 来 多米 来 多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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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米太大了 手锅就好了 你看威力 威力不害怕 他强了 他强过来了 威力强过去了 多米 不要吓我来了 他还笑 这什么 他掉了骨头 他去爬这玩去了 他在这摸牙去了 老呢 多米 他就是跟他玩呢 没事啊 他又跟你玩呢 他又爬这了 他又爬这了 你看看多米 现在这个鸡架 他已经 艾拉已经向人家投降了 对 你俩先玩一会儿 先走一会儿 你找我来了 看 看那摸牙 一会儿待会儿再抢 一会儿再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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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多米现在已经发粗了 啊 多米的鸡架 哈哈哈 你别老是气坏了 来来来 来来来 这个鸡架 哎 多米 你还想不要吃了 不想说我给你药了啊 哭 哭 哭 哎哎 哈哈 这个威力大大 威力大大 你看摇着一边才给他抢呢 嗯 他也尝试艾拉也尝试跟他抢 艾利是刚倒着 她有点儿 轻轻的那种劲头 嗯 但是这个就不急啊 嗯 嗯 那些小公狗就是胆大 比这个小木狗更大点 嗯 多米 多米你的身 你的身体太壮 他刚才一出笼的时候 一爪子就把这个艾拉得跟着了 哈哈 他能不害怕吗 这三个家伙长大之后 有一批 对 这股价 这头板都不够 嗯 好机会了 招好干啥呢 不能蹲着 一蹲着他就蹲你旁边 嗯 来 威力 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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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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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儿它不欺负你来 来 来了 了 哎 hay 你把这爪子拿边 别跟他 哈哈哈 快 onan 我一直等我一会 再来 我看着它 好了 过来 一过去 他还是那种技能 还是有一点小护哈 哥 多米 你现在要护食呢你 多米给吓跑了 多米 多米 过来 多米来 米 人家 人家带他多米抢 没抢 他就不乐意了 他在人家嘴里抢 人家不合身 嗯 你看 只要人家抢走了之后 他就没事了 嗯 多米 吐 吐 吐 不许吃 坐下 过来 过来 坐下 坐下 对 你们俩都好好玩 不要欺负他俩 天妹 你要友好的玩 这这段时间 就能让你们天天在外边跑了 知道吧 看你那一身边 看看这一大俩 这一个手还练不过来呢 嗯 你不坚持这么连胆 给 给 多米你顾的摇哪个 多米过来 还想把那个摇 嗯 给我 我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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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抱住 他抱住这多米 还不给他抢呢 嗯 看见没 空间横着你就认怂了 再大让两个月跟他玩就没事了 现在是他这个是身的大 然后立起来 他一出门一把 把他给跟倒了 随时看着多米就是 没有多米他呀肯定玩的很开 让多米出去 多米出去 出去出去 出去 走走走 没看着 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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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俩在这玩 瞧呢 对 你俩又没抢着啊 笨蛋 今天是咋了 今天不在状态 你看牛来了 你不咬那圈吗 今天他俩都不在状态 刚来到这儿有点不适应 这个威力还可以 你看他光想给人家抢 这儿 这儿 威力 这儿 威力 这儿 多米 多米 你太大 你老是欺负人家俩 看他俩 不好玩 看看没 咬呢 听见那声音 来 脱 脱 脱脱脱 完了 你养那个圈 对 养那个 叼过来 叼过来 把圈拿过来 哈哈 还不玩呢 嫌那个儿太小 嗯 他就抢他的 哎 到那儿叼走了 他嘴快的 嗯 得慢慢的适应 这个 艾拉呀 他这根本就不在状态 嗯 在那个院的时候 你看看他咬着球 威力在他后边都黏不上他 今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看 今天来到这大场地 这狗 大狗太多 太多了 你那么重 你不在人身上干嘛 哈哈 不知道玩哪棵 看着这个 这个场地也大点 然后他们跑的时间也长 估计 累 有点累 后期好像没劲 嗯 来 去去去去去去 对 吐 他们两个 现在的状态啊 就跟 你们就是那个 新 引进一条狗 买回家一条狗 嗯 到了新家 是状态是一模一样的 到家里边 主人是陌生的 环境也是陌生的 他肯定就是要那啥了 哈哈 哈哈 撞撞 哈哈哈 就这样 表现的 表现的小胆 你看他在 看 把多米放出去之后 就让他朋友玩 一会就 又没事了 一般 适应 适应的好的话 也就是两三间的事 他就完全的就适应了 把那个地方 要熟悉了 把主人也熟悉了 都要有 有一个过程 这过程可不是 走走就 就就算的 他不是那种的啊 他就是 必须得让心里边 放下那块石头 把把那个戒备心里 完全的放掉 然后他再是 恢复他的本能 这小狗都是这样 你就是比方说 一个大狗去了之后 他也 也得有个适应过程 我 我 我 一会儿就控制不住了 在家的状态又回来了 哈哈 不是 他想一直让你 一直摸着他 他要跟着你一手 手走 他 他一倒跟前那马 就翻肚皮了 就 我一拿他那马 你看他俩 两个小年号挺好 嗯 哈哈哈 多米是真正的长大了 哈哈 哈哈 来的时候跟他俩是一样大 对 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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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外边待有点寂寞 哈哈 哈哈 就你自己是毒苗长大的 人家都有伴 看他俩 哈哈哈 我又熟悉了 嗯 看马上就要进入这个 阿米 阿米 好了好了 来 阿米就不能听 叫叫也不错 让他们听听这个大狗的教训 也能把这个戒备线里放得更快一些 让他在这儿玩的试用几天 三天以后 再把它放出来之后 看他什么状态 陪这个阿米玩一次 玩的时候 看他比现在 比现在状态更刺 到时候看 好了 今天视频就给大家介绍 我既然喜欢的观众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